据报道呢 演员刘若英等台湾电影人及相关的作品入围了今年的电影金鸡奖 那么这是31条措施发布实施之后 首次有台湾的影人和合拍的作品报名及入围金鸡奖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今年台湾影人及其作品获得提名 是落实31条措施中有关鼓励两岸合拍电影电视剧 支持经济科技文化社会领域各类评奖项目提名 涵盖台湾地区相关措施的又一体现 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获得提名表示祝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